请自我介绍 我想让他好好休息 听得出来你有一个好爸爸 也听得出来你很担心爸爸 爸爸对我特别好 他现在生病了 我在家里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一开始他骗我是胃病 因为我爸爸他有慢性胃炎 当时我也没在意 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写作业 然后我就听见我爸爸房间里 有痛苦的声音 我当时就以为他是胃病 我就跑过去 可是看见我爸就捂着胃 满头大汗 我就赶紧找来我的邻居 送到医院之后 医生说要化疗 当时听到这个词 我就明白了 我爸爸其实得的不是胃病 是癌症 他住院没几天 他就回家了 回家之后他交给我一个存折 存折上 他告诉我说 家里还有一万多块钱 让我拿着他去上大学 交学费 我爸爸说 希望我考上好的医科大学 成为一名好的医生之后 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那你今天来跟他告白 你的 你的告白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想让我爸爸同意 我不参加高考 让我去工作 让我可以 给他治病 你成绩好吗 在班上排名多少 第二名 这么好的成绩 不高考 太可惜了 但是 比起我爸爸来说 根本就微不足道 你的家里只有你跟父亲 两个人吗 嗯 你跟母亲呢 我没有妈妈 我一出生 那个男的和那个女的 就把我扔在地里 然后 我爸爸就 碰见了我 把我抱回家 他看见我的时候 就给我起名字叫韩娜 因为那是 恶娜的意思 他希望我有一个 美丽的人生 1996年 韩俊瑜在草丛中 发现被遗弃的女婴 已混沌 依然把女婴抱回家 并娶明寒 因为坚持抚养 这个捡回来的女孩 韩俊瑜两度离婚 虽然父女俩相依为命 日子过得辛苦 但是韩娜 没有让韩俊瑜失望 韩娜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几周时 重点高中 考上一所好大学 成了韩俊瑜 对韩娜最大的期望 然而 在2013年 韩俊瑜被查出 胃癌和肝癌晚期 看着每日遭受病痛 折磨的父亲 韩娜 来到我们完美告白 希望能放弃高考 来照顾父亲 那么 在知道韩娜的想法后 已经癌症晚期 即将不久于人世的 韩俊瑜 会来现场 接受韩娜 要放弃高考的告白吗 如果那天 现实的那天真的到来 爸爸真的不在 你想过你该怎么办 一开始 我想的是比较极端的 因为 给我的感觉是 爸爸 是唯一一个关注我的 我觉得我对任何人都不重要 我活着就是一种负担 我对我爸有特别深的愧疚 他一个很完整的家庭 因为我的原因 没有了 因为我 他放弃了工作 甚至 我认为他现在得病 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想如果有一个人 跟他分担的话 因为 我是一个女儿 他肯定会有一些事 不愿意跟我说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心理原因 然后当时我就说 如果我爸爸不在了 我就跟着他一块去了 我猜你父亲应该是个 很坚强的人 我看你就很坚强 他在这说的说的 眼睛一直是往上看的 用憋的泪水 就是不出来 我必须要坚强 因为我爸爸现在生病了 我要倒下去的话 那就没有人了 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 跟我描述一下 他长得特别高 然后他年轻的时候 特别帅 特别帅 然后他天不怕地不怕 他生气的时候会揍你吗 不会 从小到大 我爸爸没有动过 我一根手指头 好父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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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